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本课的grammar部分 那刚刚我们在课文当中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单词 并且在课文的表述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了一个小的语法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的语法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现象 主帅来帮大家说一下 Here's a picture on the board Of course we can see some flowers on the table 在图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桌子上有点鲜花 所以当我们在表达桌上有鲜花的时候 好像我们并没有说the table has flowers 对不对 可是这个句子there are some flowers on the table 我们确定翻译成说桌上有鲜花 那么这个桌上有的有是怎么体会出来的呢 没错 就是用了前方的两个大词there和are 所以there are some flowers on the table 这里面就表达了一个字有 所以其实说白了 今天我们讲的语法就是一个字有 但这个有不是have也不是have来表达出来的 而是there are 还有图案道理 There are any eggs on the table 看了半天桌上确实没有鸡蛋 所以我们说there aren't any eggs on the table Are there any eggs on the table 你看到了吗 并没有吧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语法非常简单 应该在心意当中算是一个重要的语法简直 但是其实它的使用 还包括它对于理解并不是非常难 就是我们今天进入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there 像第一 第二个小例子 哦 这有水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glass There isn't any water in the glass Is there any water in the glass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讲的是there be巨型的用法 但是呢 今天的there be巨型 跟我们前边there be巨型有点也些许不同 我们今天并不是讲there be巨型的使用法 因为前面讲过了也非常简单 我们今天讲的是在there be巨型当中 后边你看到了吗 加了这些红色的字的用法 为什么这里是用some 为什么利用了any呢 来我们给大家十秒钟时间快速观察一下 咱们黑板上这三个小句子当中的关系 为什么有的用了some 有的用了这个any 他们到底有哪些不同 你知道some water any water any water 好五秒钟之后呢 我们来揭晓答案 看哪有特别细心啊 ok time's up 好了我们看一下someanyany当中 有发现了吗 什么时候出现了some 什么时候出现了any呢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some和any不是随随便便来使用的 大家有发现 这里边用了some 而这边用的是any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在上一讲的题目当中已经讲过了一个重要的用法 没错 not 我们说常常搭配的是notany 这就是我们说的fody 而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著名的肯定 同样的 在最后里面有个小问号的 我们被称之为了 疑问 我不知道各位电脑学生同学们是否已经发现了这个 小的蛛丝马迹 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小语法现象 就是some和any的用法 其实在心意当中 我们非常期望大家能够非常非常清晰的去梳理some和any的用法 some常用于肯定句 而any常用于否定和疑问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there is some 是因为它是在表达肯定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家区分清的语法 非常简单 就是会正确使用some和any用法 我们当下 there is on the table当中 我们这里面 there is some tea on the table 我们就可以随便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想说的话 我们可以说there is blum table 哎 这儿有点巧克力 我们可以说there is some chocolate on the table 然后当下可是没有茶 我们可以说there isn't any tea on the table 那有茶吗 is there any tea in the table 所以你发现我们这里面就可以随便称 there is some blu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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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里面the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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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there isn't 而这个isn't就是由not来引出来的 还有so is there any an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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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这里面中 所有的some和any用法当中 就是这样来运用出来的 我们来take this 所以今天的语法做一下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glass there isn't any water in the glass is there any water in the glass 这个用法当中我们就讲到了 some和any的用法非常简单 记住了 some应用于肯定句 any用于不 否定句和疑问句 这是我们今天在心一阶段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小常识 但其实我们在心一下和心二当中 会再次引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some 有的时候也可以应用于疑问句当中 但那个我们在事后还会再告诉大家 先今天先让大家记住的是 在正常当中some用于肯定句用法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there are some pens in the pencil case there aren't any children on the table there is some juice there isn't any 所以发现凡是有肯定句一方都出现了some 但是凡是有了这种not not的地方反而会出现了any的用法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not any用法 这个希望大家能做好笔记就是not any表达 表达什么呢 大家记上这个小公式表达了no 好 请快速把丑帅黑板上的这个 算作一个小的英文公式 把它记在你的小本子上面 not any等于no 也就是说 there aren't any children on the table 就是表示没有的意思 所以翻译中文就是 这里面没有一个孩子 那么这也是 there isn't any water in the room 房间里也没有水的意思 所以说你只要看到了什么什么not any的话 就翻译成没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里这个句子完全可以替换 there aren't any children等于 there are no children 我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没有 我们来找一篇空白的页面 来看一下 这里边的pence children duce water 他们会直接决定前面的是r 还是is用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ome any可以修饰可数名词 或者是不可数名词 可是呢 再往下走 我们刚刚说过小公式 我再来续一遍 not any等于no 也就是怎么说的 没有this 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小句子 there isn't any water 比如说in glass 我们以这个句子为例的话 先按照处帅的方法来把这个解析一下 处帅说过 not any等于no 请在句中把not any找出来 那很明显not在这里 any在这里 因为not any等于no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滑掉 换成no 各位能听懂吗 因此这个句子就等于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glass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句子可以直接写成 直接写成 直接写成 there isn't any water in the glass 也就等于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glass 好 请各位看到黑板 这两个小句子 这就是今天处则给大家额外增加的not any等于no的用法 让大家知道not any等于no 也就是没有的意思吧 好了 那么综上所说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刚刚我们说的讲解 大家会发现这个there are后面跟的是pens和children 而there is后面跟的是just water 也就是说 他们会根据可数和不可数来进行 可数名词的 但是再说一点 some这个词比较特殊 它是万能的 它既可以跟可数 也可以跟不可数 因为它的意思都是表示 is 也 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万能词 好了 黑板上的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一日五题大家来自己思考一下 用黑板上的这四个小词来填空 of and some 或者是any来填空 好了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两分时间 除了在这里暂停一下下 OK